众所周知 娱乐圈有数不胜数的美女明星 她们长得都非常漂亮 大多数都是白皮肤 大眼睛 高鼻梁 可以说站在一起 没有什么区别 可是 也有一些独立特点的女明星 她们的颜值很突出 就比如来自新疆维吾尔族的迪利热巴 说起迪利热巴 相信大家都并不陌生 她是如今当下红极一时的小花旦 从小就学跳舞的她 拥有非常好的身材 而出生于新疆的她五官 还特别具有异域风情 所以出道以来 就俘获了大批粉丝的心 而迪利热巴被家型传媒 签下来后 就一直被老板杨秘利捧 出演了众多精彩的影视作品 也塑造了不少的人物形象 凭借漂亮的李慧珍 拿下大奖之后 古装剧 现代剧拍了个遍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 白凤酒一角了 凭借精湛的演技 和出众的长相混的风生水起 短短几年 就成为了当红一线女明星 上升速度让人羡慕 自从走红之后 热巴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拍电视剧了 还先后参加了很多综艺录制 比如 《奔跑吧兄弟》和《极限挑战》 张在其中让大家认识到了 迪利热巴 是一个非常可爱又活泼的女孩子 熟悉热巴的小伙伴都知道 她的性格也是很有趣的 非常大大咧咧 经常能够带给粉丝欢乐 如今出名后的迪利热巴 也是参加了不少活动和晚宴 在其中她的造型总是很亮眼 轻轻松松成为全场的焦点 但是 作为热度很高的女明星 需要出席活动的时候 有的时候 要穿一些比较暴露的礼服 也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迪利热巴 在穿这样暴露的类型的礼服的时候 都会出现一个动作 那就是用手捂住胸口 防止走光 不少网友也都习惯了 毕竟女明星有时候穿的礼服 确实心动不是很方便 而这个动作 也算是迪利热巴的标志动作了 早前在一场活动当中 迪利热巴和肖战一起上台领奖 两人领完奖在下台阶时 本来处于礼貌 肖战是可以伸出绅士手 让热巴扶一下自己的 但是两人如今都是当红明星 需要避免炒作 所以在热巴下台时 肖战只是伸手示意了一下 并没有扶热巴 而热巴也是不矫情 自己一个人很是独立和自觉 那只钻井奖杯的手和另一只手 一起非常潇洒利落地提起了裙摆 露出了高跟鞋 不需要任何人的搀扶 就能走下台阶 不得不说迪利热巴 是真的很避嫌啊 职业素养简直太高了 热巴真的是一个很励志的姑娘了 从一个默默无闻 到一鸣惊人 只看到了表面的 我们不可能体会到 他所经历的种种磨难 我们常说台上三分钟 台下十年功 没有认真地去面对 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又怎能把握住难得一遇的机会 努力努力 只有不停地努力 人生这场马拉松才不会掉队 最后祝愿迪利热巴 在未来的道路上 能够越走越顺利 也希望热巴每天都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